希莉莉,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邪恶力量》第十集第九到第十集哦 随着汉娜离去,小卡想起了肉身吉米的家人 她在青少年教育院里找到了吉米的女儿,克莱尔 克莱尔看到父亲非常高兴 但明白眼前的人是小卡后,她变得冷漠 自从吉米失踪后,妻子没多久也抛下了克莱尔 等奶奶去世后,克莱尔就在各种受养院里辗转 小卡极力想弥补对克莱尔的伤害 克莱尔希望小卡能帮自己脱离教养院 克莱尔让小卡欣赏领带冒充父亲,与教养院的院长谈判要回抚养权 可惜,小卡不能让院长信任,直接驳回了请求 不得已,小卡夜晚偷偷潜入教养院 大运看守后把克莱尔带了出来 小卡希望以后自己能好好照顾克莱尔 克莱尔并不买小卡的账,再支开小卡后逃跑 还顺走了小卡的钱包 大丁最近不断做自己屠杀人类的噩梦 但是表面上依旧开心地看着搞笑视频 吃着弟弟亲手做的汉堡 三米虽然察觉不对劲,但也只能陪着大丁傻笑 直到两人被小卡的电话召唤 虽然大丁不是很赞同小卡非要追着克莱尔做补偿 但兄弟俩还是决定帮忙 三米去教养院打听克莱尔的过往 大丁则陪伴小卡在餐厅等待 大丁重新对汉堡焕发了热情 吃了自己的一份,还霸占了小卡的料 大丁好奇小卡怎么忽然想起补偿克莱尔 毕竟作为天使也好,鬼怪猎人也好 过去的事情只能让他过去 如果想再度靠近这些被自己辜负过的人,只会招来不幸 这绝对是大丁的惊艳之谈 大丁表现得非常潇洒快乐 小卡却一眼看穿,他依旧被该饮血印影响 大丁拜托小卡,如果以后自己真的出现问题 希望小卡可以不顾三米的阻拦 用尽各种方法解决自己 三米听到克莱尔有个朋友条文男 小卡威胁条文男,得知克莱尔很亲近伪善术 伪善术利用克莱尔却是父爱的弱点 扮成体贴的父亲形象,欺骗克莱尔偷钱和抢劫 以此偿还自己的赌债 就在克莱尔听从伪善术的吩咐 准备动手抢劫时,却被小卡抓住 文家兄弟和小卡试图让克莱尔认清伪善术的真面目 但是克莱尔不相信 认为伪善术是自己的家人 随后用枪威胁三人 小卡非常迷茫 大丁和三米拥有温爹相处的事件 告诉小卡,父亲这个角色虽然常常和孩子不合 但是让孩子好好成长是所有父亲都应该做的事 听完这些,小卡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救克莱尔 哪怕他并不领亲 当小卡找上伪善术家时 正好遇上追债人向伪善术讨债 试图欺负克莱尔的关键时刻 小卡和三米带着克莱尔离开 大丁断后 讨债人们袭击了大丁 面对他们的挑衅 大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等到三米意识到不对劲 回到屋内时 才发现大丁已经把屋内所有讨债人 包括维扇术都杀死了 小卡护着克莱尔离开 三米不停为大丁开拓 但是他惊恐担心的眼神和紧张的喘气 却表明内心并不平静 大屠杀事件过后 大丁眼前不断浮现屠杀的场景 大丁知道这都是该隐血印做的孽 必须想办法把它从手上去除 小卡和三米曾经查遍所有资料和传说 都没有解决该隐血印的方法 绝望的小卡只能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请天使们暂时交出梅大壮 从梅大壮口中找解决方法 三米把梅大壮关押在温家宝地牢中 梅大壮听到大丁还活着 甚至杀了人之后 兴奋地嘲讽他们 直到一声音语的大丁出现 小卡找到克莱尔 克莱尔并不知道当时自己差点被侵犯 是因为伪善书把自己交了出去 在克莱尔眼中 大丁就是个杀人狂 杀死了自己是同父亲的伪善书 而小卡则是杀死亲生父亲的贵子爽 克莱尔无法面对小卡 只能选择远离 面对温家双杀询问解决该因学因的问题 梅大壮得瑟地表示 必须要用到第一任 三米不同意这个提议 他害怕第一任对大丁造成更大的影响 但是大丁表示 他们暂时不用第一任 只让C叔准备好去行 大丁果断打电话给C叔 三人讨论后散会 与此同时 克莱尔独自生活 遇上了两个明显不怀好意的情侣 但克莱尔没有看出来 小卡刚回来就得知C叔找回第一任 虽然很不赞同 但是也说不服大丁 只能暂时忍下 小卡并没有放弃克莱尔 他希望大丁可以与克莱尔谈谈 毕竟这两家伙 现在的生活都非常混乱 小卡表情萌萌的 把克莱尔的手机号发给了大丁 等大丁离开后 小卡却变了脸色 与三米讨论 血印和梅大壮应该是大丁的死穴 C叔告知大丁 第一任已经在自己手上 大丁立刻找上梅大壮 逼问去除血印的下一步 梅大壮表示 今后的每一步 大丁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梅大壮不停的嗶嗶 所有困境都是大丁自己做的 被血印困扰的大丁脾气可不好 立刻暴打了梅大壮 三米和小卡意识到大丁不在 立刻冲向地牢 此时大丁正拿着天使之刃 折磨梅大壮 该一血印发光 梅大壮只说了一句 河流将终结于源头 就在梅大壮要被捅死之前 小卡炸开房门 阻止了大丁 小卡答应过天使们 要把梅大壮完好的送回去 大丁这么一折腾 小卡只能提前把梅大壮押回天堂 大丁把梅大壮的遗言告知三米 三米希望大丁能够与该阴血印抗争 不要去负于他的影响 还没说完 克莱尔打来了电话 克莱尔在坏心情侣的怂恿下 联系大丁把他约到了河边 坏心情侣想趁机杀死大丁 未观的克莱尔良心未明 最终提醒了大丁 反击的大丁没有杀死坏心情侣 放过了所有人后离开 而克莱尔则再度自己上路 小卡追上克莱尔 经过这几天的事情 克莱尔还是选择原谅了小卡 克莱尔想要好好生活 他答应会时不时与小卡联系 温家双上为了血印头疼 小卡跟克莱尔和解 而C叔这边 大概就是我和母亲不得不说二三十 在得知地狱之王C叔是自己的儿子后 太后就开始了自己喜惊的生涯 C叔虽然做了恶魔这么多年 但是依旧耿耿于怀 当年太后差点把自己换了三头猪的事情 坚持认为自己那么可爱 绝对这五头猪 呃 C叔你的关注点有些不同寻常啊 太后不断用嘴炮向C叔表明 Mommy love you 还使坏栽赃C叔的手下 获得了离开牢笼的资格 这天C叔忽然做梦 闷见自己被手下围攻杀死 但是这一切都是太后用巫术袋实施的幻觉 她想一步步获得C叔的信任 当文家兄弟打电话给C叔约定见面后 太后割下C叔领带的布料 用巫术头停到了有关第一任的消息 接着红骗C叔的手下帮自己取得第一任 随后干掉了手下 当C叔回来时 太后戏经上身 表示我帮你杀了背叛的小弟 还守护了第一任哦 由于之前做过被手下杀死的噩梦 C叔很轻易地相信了手下的背叛 太后接着又想要红骗C叔对付文家兄弟 C叔还没有回应 这一季C叔的感情戏特别多 这是要深挖C叔的脆弱过去吗 其实相比较而言 我还是更加喜欢最初那个狡猾自私 乱酷而又聪明的C叔呢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 记得按赞和分享哦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 数字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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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连